每到了暑假期间 全台各地严重闹血荒 预夕地区农会推动社会企业责任 不仅是结合预理国际统计会的捐血活动 更是呼朋引伴 力摇在地的青农 面馆业者以及格权企业来响应 吸引了上百位的民众 晚秀捐血 也开心的把农产品福袋 青农甜品以及一只樱桃鸭给带回家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捐血一带不仅可以救人一命 玉西地区农会与玉里国际统计会 联合办理的这一场道政捐血活动 还有一整只的樱桃鸭让您带回家 每年都会占品 看是蛮豐富的 那你是 蛮蛮的人 本来就有在捐血 看到有樱桃鸭 就专程来 你从哪里来啊 从基安 玉西地区农会推动社会企业责任 这一次不仅投入捐血活动 更呼朋引伴 力邀在地青农 面馆业者 以及隔权企业来响应 集结众人之力 共同为敌方社会尽心力 最近几年每次到了夏天就缺血 那我们觉得捐血这个活动 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办的 所以我们特别 这一次跟那个同机会合作 最优质的奖品就是隔权的樱桃鸭 那林经理也很大方 他马上直接就讲说 那我直接送你们60只整只的鸭子 从2006年进驻玉里三民养殖区的隔权食品 提供在地就业机会的同时 也热心公益 这一次在玉西地区农会的号召之下 立刻赞助60只的樱桃鸭来响应 面对玉里各界的赞助响应 以及大批乡亲民众热血支持 玉里国际同机会也万分感激 那当然多了农会的资源 当然我们的礼品当然也多了很多 加上比较特别的是 真的是联合办理有联合办理的好处 因为大家分工合作 那我们彼此合作也很有默契 整个过程因为我们都是以公益为主吧 然后一大早就有人开始在这边排队排得满满的 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时候是前所未有的 玉里镇倒镇捐血活动 除了樱桃鸭现场也有玉里青农提供的甜品DIY 面馆与烧鸭饭馆的兑换券 以及农会的农特产品附带 纪念品丰富多样 让来捐血的民众各个踊跃捐出热血 希望让缺血的血库能充满格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